顏雅倫 吳珊茹和唐祈陽這個全新組合最近一起拍檔主持綜藝節目 這天記者會上還率先曝光節目精彩片段 每位嘉賓都份量十足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考慮邀請Sandy的爸爸吳宗憲上新節目稱場呢 因為憲哥太聰明了 因為他接梗啊 因為我上他節目也都是無法預測下一步要做什麼 憲哥來的話 我們應該全部都不用說話了 沒有空間了 也沒有表現了 來賓的Bluebird有考慮嗎? 可以邀啊 他來 我不會來 我每天都跟他一起工作 還是他來之後 好不然有帥哥跟其他人可以一起這樣子 然後有一個新的學習 他又來 你先不要 但是反面想要的是許光翰是不是 我跟唐老師都因為這個 沒有跟許光翰好好的相處 而非常的隱恨當中 不過Sandy雖然拉我下水 但最愛許光翰的是Sandy 光翰 快點來好嗎 顏雅倫一向感怒感言 言論出味 兩位拍檔本來都很希望雅倫可以在節目中 繼續發揮感言本色 發表多點辛辣提問 怎麼知道遇到節目首集嘉賓吳清風 竟然有點特別待遇 所以我們本來很希望雅倫就是來當一個就是變數 就是我們覺得雅倫好可愛 她應該會隨時會有一個插出去的震撼效果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跟她錄影 一開始我覺得她是我們三個人裡面人最好的 清風 清風 然後她馬上變粉絲 然後好相處得不得了 我們就下來罵她一下 你幹嘛那麼好相處 好相處是我跟Sandy的人設 不是你 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會 因為我是蠻欣賞她做人處事的那一塊 然後她跟我有一個部分蠻像的 有一點欣欣相惜的感覺 所以不敢太火力太高 不敢但也不是不敢是不忍 然後也很心疼 哪裡像 哪裡像 感言的部分 然後對於這個世界 她是用很溫柔的態度去對抗 但是看得出來也很辛苦也很累 雖然雅倫和Sandy 是因為這個節目才結緣 不過他們私底下一拍即合 非常好聊 令唐祈陽也有點受不了 要他們stop 有時候在台上 這兩個年輕人就聊得太開心 對 聊得太開心就會 有時候我就覺得 欸 好像來賓是誰已經不重要 這樣也不行 我就趕快 請他們注意一下來賓 這樣 昨天還聊 兩個人在台上直接在吵說 到底蟑螂有幾種可以中 這為什麼好吵 然後在那邊 吵到這樣說 欸 我們其實現在在錄影 對 要不要現在安靜一下 我們為了這個錄影前 我跟Sandy應約了一場 就是續餐在家裡 我本來很擔心沒有話說 結果我前面講了十分鐘 後面兩個小時都她在講 幹嘛這樣子 然後想說哇塞 好厲害喔 然後我整個 我從她出生到她得金鐘 再到她跟我主持 所以整個過程我都了解了